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大盤今天開低走高 全職電子股有人出來幫幫忙給力 那就是2327的被動元件大廠國聚 好國聚召開訪說會 第二季賺了13.02元雙綠 雙增11季新高 每次另外一次看好國聚 產品組合多元 目標價調高到905塊 今天大盤還是有一點鬚鬚旦旦旦 國聚大漲了8% 真的是有夠的勇見 那皮衣男也說出最新看法 看好AI的未來 Blackwell送樣拉貨橋來了 包含電源管理方案台達店 今天上揚 主板受惠場是鴻海跟偉創 機關受惠股市廣達還有鴻海 8月14號好重要 鴻海法說會渴望報喜 今天鴻海股價也很撐 一度回到200塊 那秦城部分也是一個飢渴股 最近股價比較弱勢的 說通吃四大CSP廠商的訂單 上半年營收市年增超過無成 雙下史上新高半年報的黑馬 就是這一種 喊下半年AI增溫營收獲利 雙成長8月9號 也會召開法說會 好再來老師我們來做觀察 我們這一天講了好多天的 美國的科技股財報 之前包含了谷歌 雖然包含其他的特斯拉 已經爆得讓大家很害怕 也讓美國股市大幅度的修正一大段 但本週公布的財報低棒還不錯 超微的財報有於預期 微軟的財報有一點低於預期 但是它對AI前景是非常的看好 老師怎麼針對這兩檔公司的財報 來做解讀呢 對 沒錯 我想我們先看下一頁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以財報的部分來講 AMD跟微軟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在比如說在一個月之前好了 那時候NVIDIA都還在創高等等 其實那時候大家投資的邏輯 是因為其實晶片很缺嘛 對不對 那AI的伺服器也非常的多 所以受惠程度大的AI的晶片 NVIDIA就呈現大漲的一個走勢好 那之後呢 你比如說到NVIDIA沒有創高的時候 你比如說像Google 你比如說像Meta 這一些的股票就開始呈現創高 之後出現拉回 帶動了這一波的美股 或者是台股整個的拉回 好 那現在的邏輯是什麼 現在的邏輯就是說 大家反而突然間覺得 你比如說像Microsoft 或者是微軟好 大家突然之間發現 你的資本支出都滿高的 甚至還在創新高 可是你用的這一些的東西 AI跟AI有關的伺服器等等 因為真的 所謂資本支出大幅的增加 可是你有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之內 轉化為收入或者是獲利 看起來來講的話似乎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Google財報之後 它那個就開始跌了 那微軟的部分你說上一季財報好不好 其實這些上一季的財報都很好 那相同的邏輯你看一下 它的雲端的收入也不如 但它是說缺晶片 對 沒錯 就是說以這樣的情況來看 就是說大家現在市場的邏輯認為 你們花了大筆的錢 可是你在短時間之內 似乎沒有辦法真正把它轉為營收 或者是獲利 也就是說它回收的數字 相對上來講真的比較慢 所以大家就看到 不然你以它的財報來講 其實說真的沒有不好 上一季的財報真的沒有不好 好 來 那AMD的部分來講 就是大家預期相對上來講 對它本來就是比較保守 因為你看它的股價大概就是這樣 結果反而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好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那整體性來看 我覺得未來的這一些財報 我們先看一下 輝達的股價好了 大概打到還沒 大概打到所謂的季線 那還沒到半年線的位置 那稍微的部分你看一下 這個連年線都破了 所以今天來講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財報的利多 股價就出現 盤後的一個大漲 那種數 Microsoft大概也半年線 那Google的部分 大概打到也快半年線的一個位置 那我覺得說以美股來講 其實這個地方 財報的部分 因為股價很多 比如科技七雄好了 有些還沒公布 其實他們的股價已經跌了一段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 財報的利空對他們的衝擊 相對上來講會比較小 不像有可能會跌7%、10% 不如預期我覺得也不是 你之前修正過 對 修正過了 好 那你看一下 蘋果的股價相對上來講比較強 Tesla的股價也比較強 好 亞馬遜大概打到半年線這附近 Meta的部分是跌破半年線好 當你看到這 不管科技七雄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台灣的這些股票 其實很多 現在比較強的 像鴻海、台積電 這個大概還在記憲之上 可是你說像廣達 像其他股票 其實打到半年線也不會怎樣 因為大家現在幾乎都是 半年線 甚至有的快接近 所謂的年線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一波台股的 AI的股票 其實就跟著美股來進行回檔 那只是說 到現在剛剛所調 我覺得美股這個地方 也會慢慢的走路 因為經過台股的部分 其實也是相同的 好 給大家信心 因為畢竟 這很多的科技七雄 之前都跌了一大段 那財報如果說 稍微越於預期的話 股價也反映過了 適度有機會做反攻 那包含了大摩跟高升 今天也對台北股市的 AI老AI 給出了相當正向的看法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大方向 老師今天是七月三十一號 七月最後一天了 那七月份的震盪行情 大家都不好受 那八月份怎麼做觀察 對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我也講過所謂 景氣對色需要燈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八月份 其實應該會進入 比較大翔型的整理 但是可能還是景氣紅燈 對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你看一下 我們看大盤的一個日黑線的部分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這個地方它當然是季線 季線這個地方載幅載成 那我覺得大概就是以這個中間點為止 上下大概各1500點 你說短時間要過這個高點 難度太高了 對 那要再真的往下跌破所謂的 再要出現連續性的重作 我覺得這個難度也有 因為現在的景氣 其實說真的 整體性來講還是在復甦 還是不錯的一個 所以它會進入鄉型的整理 然後個別股的 它會出現輪流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覺得 你比如說像AI的部分 對啊 老A好多人套死了 對 沒錯 那其實我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你比如說 像台達電這些股票 2308的台達電 好 其實你們有沒有發現 至少AI 舊AI裡面不是全部光 有些真的還是有活種 你比如說好 它打下來之後 這個也開始慢慢上來 那你看一下2317的鴻海的部分 鴻海也是不錯 對 也是一樣 相對上來講 在季縣這附近至少有 2330的台基電 台基電我覺得 對 這個地方你要過短時間過 這個也難度太高 你要真的再往下連續 我覺得這個難度也 所以它也是 就是跟大盤一樣 大概限度向好 當有一些的AI的 舊AI的股票 開始慢慢的走穩 你說其他的AI的股票 不會反彈嗎 會啦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真的此時大家不要看到 比如說 你之前已經沒停損了 真的跌很深的 其實你不用在這個地方看 你看創意好了 跌了那麼深之後 其實還不是反彈嗎 所以我覺得 大家其實在目前來講 檢視自己的持股 除非說已經長很多 剛剛開始破線 然後掌望不好 那你當然要趕 不過已經跌很深了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那這一部分來看的話 你比如說這樣 像這個也慢慢起來 也很深的不用看 那如果沒什麼漲的呢 對啊 沒什麼漲 我覺得就是沒什麼漲的 對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等它漲 我覺得現在基本上來講 經過這一段的 籌碼的一個修正完之後 我想整個其實會輪流出現 反彈的一個走勢的 因為我們關注一下 AI伺服器大摩送暖 那高盛也送暖 多方火種還是在這一塊嗎 但是老師今天要跟大家講的 並不是過去的老AI 可能死股都套牢 殺到半年限 殺到季限 就稍微抱一下 也許要等到第四季才有機會反彈 但是有沒有什麼樣的個股 其實低檔 之前都沒人問 現在還有機會出現契機呢 對 我覺得股票市場是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說 你比如說 好 我們先看一下 3017的期望好了 3017 期望應該這樣說 其實它股價當然修正了一段 可是因為它離高點 相對上來講 真的還比較遠 那你說它新年EPS 跟迷年EPS來講 其實它YOY都是成長的 預估啦 那只是說本益比 相對上來講 說真的也不是太低 所以你說 這個地方要過高 短時間 我覺得這個難度太高 除非整個AI的氛圍 又非常的樂觀 不然 其實相同的 你看線型 你大概就知道 它大概就是一個 大箱型的一個整理架構 也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 才剛剛開始修正 一小段時間 所以這一部分來講 你比如 跟電源有關的 跟散熱有關 機殼等等這些 其實它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 輪動的一個現象 那你看一下 3693的一個 銀邦的一個部分 銀邦 銀邦的股價你看一下 你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它是不是就經過了 比較長時間的一個整理 那目前的本益比 相對上來講 它也比較合理 然後說真的 在第三季來講 也進入了它傳統的一個旺季 其實中股票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講過 另外的 AMD的部分來講 也是它的客戶 跟中鋼攜手 還有 沒錯 所以你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擴廠的部分 產能陸續也會開出來 所以你看股價來講的話 至少 離這一波段的高 今天它在漲AMD概念 對沒錯 你看一下連續兩根 拉出了紅棒的一個走勢 另外你比如說 6693廣紅歌的部分 這也相同 它大概就是一個整理的歌曲 你稍微把它縮小一下 就股價大概都是整理 它有一陣子好強 對沒錯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第一季的EPS大概0.96 已經公布 第二季來講應該有一塊錢 那假如今年有機會賺4塊錢的話 其實說真的 本益比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低的 低於20倍 對沒錯 你看一下6230的一個操縱的部分 6230操縱 這個地方的一個大漲 當然就尼德科的部分 因為尼德科是它的大股東 那尼德科的部分是日本的電產 那我想6693的 66所謂的一個93的一個部分 廣紅科 廣紅科的部分 它的大客戶也有尼德科 尼德科 對也有雙 所以它的營收的部分 預估7月份應該也會比6月成長 它的營收其實上來 EPS來講的話 應該今年是有機會挑戰4塊錢 所以我想股價這個地方整理完之後 確實也有走高的一個機會 有客戶還有大股東 達爾國際標普小型股的加持 估今年EPS挑戰4塊錢 那以散熱族群來說 它是本益比相對低的一支股票囉 那這樣觀察到是今天的全職龍頭股 那就是國具了 老師這個國具的部分 其實最近這幾次的法說會內容都講得很好 但它的股價就是稍微比較溫通一點點 不過在今天大盤這麼亮縮震盪的走勢裡面 它跳出來表現 那你覺得被動元件這個族群有沒有辦法啟動新一波的漲勢 對 沒錯 我想被動元件這一塊來講 其實還是有機會的 因為之前我有跟大家講過 你比如說像國具好了 因為其實AI伺服器的部分 它本來就不敢AIPC AI手機 但你看一下國具 它的線型說真的也蠻漂亮的 那當然因為主鏈的法說會 比大家預期來的好 講未來的一個展望好 但它這一檔股票上來之後 我們看一下你比如說2492的一個華興科的部分 華興科 其實也是相同的重要股價打下來之後 來到支撐區的位置點 那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講過 元大館前 今年也買了5000多張 重要的籌碼自己都在買囉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有機會向前過的高點 之前就跟著大盤一起跌吧 對 沒錯 反而又跌出了甜甜價 對 沒錯 那你另外的像3357的一個 台性科的部分 這種也是一樣啦 也是打入AI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被動元件這一波 當然也有跟大盤回答 可是目前相對上來講 感覺整體性的也比較 有一點要往上攻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 這些假如有拉回的話 其實都是值得來做的 提醒大家有問題都可以請教老師 掃QR或書類的ID 可以找到我們老師的Light 相關內容都歡迎大家提供參考 我們是一家合法投雇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雇公司 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